我們先看 這一個 這是車床尾座的頂心之類的 那是小型尾座 那它的基準 它的基準是 這一個 這一個平台 這一個平台 這一個小小 就這一條線 這個是要放在 比如說車床或洗床上面 所以是這一條 這一條 因為它火面下去 所以呢 就看到這一個面 這一個 所以它實際上 是這一條線 是它的基準 那這一條線呢 這一條線的平面度 要夠 然後呢 中心要跟這一條基準平行 這條中心要平行 這個就是第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重點是 這邊是可以轉的 可以拉 可以這樣拉出來 這個往後拉 然後這個彈簧 復歸 像這個 如果我們把它固定夾起來 夾在尾車床上面 那 要退弓箭的話 我們就把這一個 往後拉 弓箭卸下來 然後再手放開 這個頂心就再頂回去 它的作用是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 這一個 這一個零件怎麼固定 這一件 怎麼樣 第十二件 十二件跟第一件 它是用什麼固定 好 這個是一個關鍵 這一體是沒有交代的很輕 你看它也只有畫這樣子而已 然後它還畫P P P是什麼配合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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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P P毴頓 PP PP看 P스라 PP Prince H7,H7的话14,它下线H7,14 0到18,0到18,所以最大如果是18 然后那个P,P的话是3,这里22,刚才是18 所以至少有4条干涉,最少4条干涉 最多就是再加7条,4到7条的干涉 4到7条的干涉就很紧了,打进去要拿出来就有困难 所以它这里就是用只有紧配合这一个方式去做两个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这样拉过来跟放出去,对这一个来讲 它没有受到作用力 它没有受到作用力,受到作用力是这一根插箱 跟这一个螺旋转的把手 整个弹缓的受力,撑出去的受力 就从这里,撑这边 这里 撑出去的话,这一个面就顶住了 好,就顶住 然后,插销 只要,只是在控制它不要乱转而已 所以,只能这样拉拉拉 如果没有这一根插销,有没有关系 没有那一根插销,有没有关系 没有那根插销,有没有关系 没有,那不是一直在那边转 但是有没有关系 沒有關係,因為頂住那個點 你拉出來會旋轉也沒有關係 你拉出來會旋轉 對這一個整個來講也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是沒有關係 這一根插箱 再來 你這樣搬下去的時候 搬下去的時候 這一根插箱 這根插箱 這一根是插,翻這個 翻 那這個就往後 然後這個放開,它又往前 所以呢,它可以用手拉,也可以用這支翻 然後再來是這一根 這一根有一個偏心輪 偏心 也就是說,我移動的時候 下面才有一個滑台 我移動的時候,移到定位的時候 我壓下去,這個偏心輪就往上夾 夾著 所以,這一個中心要跟下面基準要平行 這就是重點而已 那我們來看 所以你先看它的畫法 所以你先看它的畫法 這個中心 跟A平行 這個中心 有沒有 A在這裡平行 然後這一個基準是 B 這一條中心是B 然後呢 這一個對稱B 這個東西要對稱B 這一個 14,然後中心 對稱B B是這一條中心 對稱B 這一條中心 對稱B 然後它這個寬度 雖然它不是圓 但是它是類似孔 所以它可以標HG的配合 那是超寬 寬,超寬就相當於孔 所以這個就可以標HG的配合 對稱 其實這個有對稱沒對稱 我是覺得並不是很重要 影響不大 對,影響不大 因為你對稱 你這個草對稱 來講 因為我看不出下面 是不是 就是是不是有一個滑草 給它 它做這個對稱是下面還有一個 Keyway在這邊 對B鍵來講 現在假設這個是A鍵 對B鍵來講它有一個Keyway 這個Keyway放下去的時候 就是這個中心 要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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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床夾頭的中心 如果沒有對準的話 至少還可以 左右把它移動 像這個它有強調對稱 可見它這個是 這個就是Key 它放在Keyway裡面 好 這樣我們現在再來看 這個 這個就 就假設是這樣子 平行 基準 就這樣了 其他的 像這個 如果你強調它 同心 也可以 不強調也可以 因為這個距離不是很大 只有68的距離 用腳刀 或者是用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彈孔刀 把它彈過去 它一定 通心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你有表達嗎 這個小 小的不對 小就錯了 小就錯了 要緊配合 對 因為這條 就是你要觀察到 觀察到它沒有用什麼 去鎖緊 你如果是 這邊是用螺紋 這樣塞起來 還是說 它還有一支插箱把它插進去 結果通通都沒有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這裡是緊配合 所以這個 在這裡 這個如果 課期出來 假設考這一題 這個分數一定很高 它看你 知不知道用緊配合 再來 這個基準 A是要用什麼 你現在對在這個 這個尺寸線上 代表中心線 對嗎 這樣 中心 中心線當作基準面 對 中心 可以 還是用最大的接觸面 當基準面 因為它現在是 對稱A 對稱A 它找到中心 去對稱A 那 V這個地方是什麼 V 平行 這個 這個就有做到 那你現在這一個 對稱 中心對稱A 那你 這一個就沒有 做到對稱A 它有可能中心偏左邊 偏右邊 對吧 所以這一個的重點 不是 這個 的中心 而是這個 中心 小孔的中心 小孔的中心 所以它 才把 這個 畫一個基準 在V 像這一個 這條是要平行 它直接把 這一個 圓的中心 當成 基準 我當過 把它當成一個基準 好 有問題 它如果標 這裡是代表 只是這一段的中心 如果是這個 就是代表 這一段的中心 的中心線而已 沒有做整個 都可以代表 是不是 沒有 像你現在 標這一個 指在這一條 指在這個尺寸 那代表 這一個尺寸的中心 那我們的重點是這個 孔 那如果你用 PHY28 這個是 外面的 雖然它的中心 是這一個 但是 28是不重要的尺寸 因為它也沒有 跟誰配合 所以是這一個 中心 然後呢 你 這一個 要對稱這個 中心 所以這一個 是對稱 假設C 那這一個 就是C 好 那再來 因為 這一個74 這個74的寬度 要不要有公差 其實不需要 它後面這裡 是用 用一個羅帽 再鎖緊跟收 你鎖得很緊的話 這一個 東西在搬 就很緊 它是用這顆羅帽 再調整 所以這一個 可以用一般公差 你沒有寫 就一般公差 或者是加減多少 加減0.0 0 5 或0.10 0.10 好 十條 都還可以 這個就不要 好 再來 因為它這個是 在平面上 滑動 那它的接觸面積 大概有這麼大 所以我們 如果說 下面多一個真頻度 給它 其實也可以 好 真頻度 大面積的 我們看它 會真頻度 0.01 好 好 好 那這樣子 這邊 H7 好 來 這一邊 這個 寬度要有公差 因為你這一根 這一根 這一根 反手放進去 它放進去的鬆緊 會關係到它的 這個 草寬 草寬 負的 你這一邊 這個 寬度 也負的 負 負 負跟負之間 就不能有干涉 喔 你如果全部都用負的 像這個 最大 是 少 4 米 0.004 0.006 雖然不會干涉 但是 我是覺得 這一個 應該是要 給它正空 正的 正的偏差 比如說 H7 6 你直接給它 H7 就好 6H7 然後這一邊 魚系 ABCV E E多少 E6 E7 F8 也可以 F5 也可以 E F 這叫 都可以 好 再來 這一個 你現在 基這樣 是代表什麼意思 基這樣 那個 麵 麵 這個 以這個 麵為基準 嗯 欸 我想要取錯了 我應該是想要這個麵跟這個麵別形 但是我這個要下錯了 那如果你要這樣子的話 你麵就是要放在這裡 來 這個 這個 這一個要下在這一邊 這個 你就要指 它平行 我們看有沒有那個必要 還是垂直度 嗯 有沒有那個必要 平行 嗯 不是每一個零件 都一定要有幾個工廠 嗯 那像這一個東西 你在做的時候會怎麼做 怎麼做 就是 就是 車床就是 先調 調正中心啊 然後 削平 然後在車外進 嗯 然後 然後 再鑽那個圓 鑽裡面內進 然後再修 然後再 腳 腳 因為它有鑼紋嗎 鑼紋 然後好了之後 再換邊 然後一樣調正中心 然後 再修這個平面 嗯 如果我做的話 我先拿一根圓棒式物質 然後呢 先測端麵 測完之後鑽孔 鑽孔 然後再來 然後 這一個凹槽 你車 車好 車好 嗯 然後圓角 倒圓角 倒好 然後再來 這這根車長一點 嗯 車這樣子的直徑 嗯 這邊 圓角 車一車 這裡圓角 再車一個直徑進去 嗯 車圓角 嗯 嗯 然後切斷 嗯 這樣這根也沒有平行 一定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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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種都沒有 那因為老師的製造方法跟國委的製造方法不一樣 所以因此就會影響下幾何公差的方法 但是這一個一定是車床 即使你切斷的時候也是在車床切斷 嗯 它絕對會平行 是因為它尺寸沒有很大 所以它的誤差不會跑掉 應該也可以這麼說 因為它才十三而已 對啊 所以 所以 有時候 嗯 因為我們用到幾何公差之後 你會 刻意要去把幾何公差放進去 其實那個是不對的 幾何公差 像這一個 它需要幾何公差 像這個就不用了 這個 跟精度沒有關係 嗯 這種東西 你裝上去 它只 純粹是拉 放 拉放而已 那是功能鍵這樣子而已 對 它 不會因為你裝上去會影響到精度的 那垂直度需不需要下 不用 也不用 因為這個距離才13而已 所以 你 而且是 在車床的 車床上面去鑽孔 嗯 嗯 你說它不會垂直 那一定有問題 你這輛車床 放在頭上 嗯 了解 好 再來 這一邊 這一個 來 偏轉度 我告訴你 偏轉度要放在回轉體 這個沒有回轉 這頂多幾度腳而已 它要有回轉體的地方 我們才 走 回轉走 一種 比較去放偏轉 對 那它這只是 特定腳 轉個角度 然後它就沒有了 對 它就是用 用這個偏心 往上偏的時候 它是往上夾 然後你放下來的時候 它是往下掉 現在是夾緊的情況 因為 那個偏心 距離是在上面 所以這個 這個都不用 這個都不用 所以是 傳動那種才需要這種 迴轉體 比如說主軸 減速機的齒輪軸 或者是 馬達的中心軸 它有用兩個軸層去把它支撐 因為那種回轉軸 它一旦要用軸層 那個回轉軸大部分都要熱處理 熱處理軸一定會變形 所以它必須用五星磨床去校正 那校正的時候 它一定是用頂心 所以我們才給它偏轉度 那偏轉度 它校正到偏轉度等於零的時候 剛好你的外圓輪廓 跟你的心是一樣的 那如果說不一樣的話 你在高速迴轉的時候 那個軸就會這樣晃 這樣晃 你整部機器都在晃 就是這樣了 好 所以這個就不用 那再來這一個 放進去要 要魚系配合 所以孔這邊你不要H7 那魚系配合就是EF G的話還是魚系配合 好 那再來 那這件就不用標機的工廠 不用 這個也不用 這個 你這面都看一下 都不用 都不用 好 再來 這一件 這一件就單純 這個 如果你圖面 有兩種比例的話 這一種比例 這是1比1 那這個是2比1 對不對 對 那像這樣子的話 你比例這裡不能寫1比1 你要寫1比1一個 然後2比1一個 這樣 然後這一張圖 上面比例要寫2比1 好 放在這裡 好 因為同一張圖 它這也是出兩張圖 好 這比較簡單 現在 比較困難的是 以後你們拿到的圖 是拆零件沒有尺寸 你要怎麼把尺寸 標出來才是問題 我們這個尺寸一定要有一個基準 從基準去畫 去標那個尺寸 比如說 這個用孔當成基準 那這個孔 這個尖尖的地方距離孔多少 這個孔到這個地方有多少 所以這個像6啦 4 這個就是圓心 對這個圓心 嗯哼 這個就是基準 嗯 好 然後再來 像R14 如果以 嗯 R14的話 這裡是切線 這裡也是切線下來 嗯 我們 像這個就不需要刻意去把圓心給標出來 因為我們知道切線切線這樣就 就好 嗯 然後再來 這個就不一樣 這個就要標圓心位置出來 像這個 這樣下來 那你要圓心給它 因為它有可能 它有可能會 跑像這樣子 或者是有可能 切線切下面一點 跑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要 把圓心的位置給它 它是 根據這一點 因為 這一點已經 根據這一點了 比如說 A B B點已經根據A定位了 嗯 6跟18.5 那 17 是根據B 定位 所以它是 這裡7 然後 這裡少一個 這減表情 它那個 尺寸 都標了一個 應該還有一個是 這樣子 一個 好 或者是 標 這個如果沒有標 就要標這個位置 標在這個位置 這樣 U 回這裡 這樣這個圓心 靠定位 一個X方向 一個Y方向 那它 不能 因為你知道它 到這邊最高不是17 不是就知道這一點的哪邊嗎 嗯 圓弧 最平衡 已經是17的 對啊 但是 但是它的 它只是跟你講 這一個 位置 是 從上面算下來 但是 從這裡 算過來 有多少 你也不知道 所以有可能 會騙比較進來 也有可能會騙比較出去 所以就是 需要給它 沒有 你他會知道 你他會知道 這裡到這裡 不是 那種香切嗎 你用香切 嗯 對嗎 那切 切點的話 你如果要這樣切 剛好很切的話 你的幾盒的話 要怎麼切 幾盒的話 盡量結順 盡量結順 讓它看不出貨戰 對啊 對啊 所以有可能這個空水 有可能會怎麼進來 嗯 像這樣子 你要倒推回來 找到這個X怎麼處理 嗯 嗯 好像就沒辦法 有啦 誰說沒辦法 你現在這裡15 這裡是1.5 對不對 1.5 然後再17 這一點 你就這樣想 我要 這一點到這裡 是不是 連心線 再加上 1.5 對啊 也就是17 扣掉1.5回來 這裡 好 這樣一張 再加上 這個 這個喔 表示法 盡量是 比如說你是用什麼切的 這個要畫一個圓 然後中心線在什麼位置 然後從哪裡到哪裡 它的相對位置 我從這裡進來到什麼地方 從這裡進來到什麼地方 好 然後這個 這個是多少的紙鏡 那這個有 槽寬 它是插一根插銷在裡面 嗯 所以這一根插銷 標準 插銷這個也要有配合 好 插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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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式的配合 你可以用魚系啊 或者是 也是一樣 因為它是用插銷啊 嗯 所以我們寬度的話 就要根據插銷的尺寸去 去插 要不然你就直接給它 一起 漆 我就覺得那隻插銷 一個都是負的 所以 0 也不會有干涉 對 再來就是 偏轉度 這個也沒有迴轉 它也沒有用軸承 所以這個就不用 所以這件也不用下 這個也不用急額公差 所以就覺得是這一件 本體就對了 嗯 因為這個急額公差 它是要去 對準車床 或者是洗床的那個 工作平台 嗯 然後去對準車床 或者是洗床的 主軸 軸心 它只是車床上面的配件塔 它就依照主軸定位 這樣 嗯 舉一個例子 一站 而且 這就不服用 給你 停車床 已經怎麼了 像这个啊 他是放在洗床上面 假设放在洗床上 所以这个平 这个就要跟笔布平 那放下去 放在工作台上的时候 这个才会跟工作台平 那再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如果要像比较精准一点 就会像这样子挖一个草 但是现在这个没有挖草 这是青菜放的 他如果要很精准 他就要挖一个草 放一个锡在那 放起来 这个锡位要扫 这样扫一定是平行 类似滑鬼这样 对 对 你这种如果没有 你用螺丝色的 他可能 撞这个外去 可能 酱酱的 对 就这样子 这个情况 好 所以这个是比较粗糙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粗糙的 这个是比较粗糙的 这种粗糙的精密度比较高一点 这个精密度比较高一点 看他下面 他就有做这个key位 这个 他装一个key上去把它锁出来 凸出来 凸出来的部分 就放在那个洗床的床台 那洗床的床台就会像这样子 洗床的床台就会有这个沟 这个沟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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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key就放在这个沟槽 所以你再怎么滑动 他都是平行 那如果像这一段 你看他锤子的这个地方还有 这个 那这一个地方就要跟 前口要平行 前口 对吧 有时候跟固定前口还是活动前口平行 这一边 现在你前口塞去 这是相当于一体 然后呢 刚才这一个 这里塞一个key 把它放在洗床上面 嗯 嗯 嗯 这样 这个key 放在这里是否要平行 不然这个歪歪 下面那个key 位 放在这个没有平行 这样歪歪 我放在这个 好口就歪歪了 所以如果碰到虎拳 它的基准是下面这一个 这一个跟这一个 嗯 嗯嗯 嗯嗯 这个很重要 好 然后再来 它的基准面 它有分 是前面跟后面 你装下去的鱼系 是在前面还是后面 这个很重要 你如果比如说 你现在装夹 这一个面 到这一个面 的距离 到前口才好 夹到夹的距离 还是夹到夹的距离 一般来讲 它会选择一边 这一边也好 这一边也好 嗯 所以也指这一边 这样 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你比如说50 50 加-0.01 一条 这样了解 嗯 所以抓这边 或抓这边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你就是不能抓中心 为什么不能抓中心 因为它有间隙 嗯 那这个 这个key 装下去之后 你要想办法 让它贴紧一面 至少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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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中心的话 我今天如果 我今天如果 并排三台 在魔船上面 我夹三个弓箭 那有的偏这边 鱼系有的偏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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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但是如果我全部 都靠前面 贴紧 好 然后放下去 那每一个距离 通通都一样 嗯 误差就只有一条 嗯哼 好 很了解 嗯 嗯 你以前觉得这并排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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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 好 OK 好 好 好